如何才可以恰当地去处理客户的意义 可能你花了很多时间去销售你的服务或产品 一直以来不停地去说服客户 希望他买你的服务 但不知为什么 去到最后客户跟你说他不需要 或者给了一大堆的意义 我要问一下 爸爸、妈、老婆、子女 你有很多的困难 为什么一开始我去销售的时候 或者我去供应这件事的时候 客户他不知道 或者他没有给到一些反应 出来令到我们觉得 他不会买的呢? 所以今天就和大家去分享 五大的一个处理意义的真正原因 是不是很出力地卖了客户 他去买你的服务或产品 你花了很多时间 80%的精力 放了去和他去说你的服务如何好 你一直以来都觉得整个程序 是非常完美的 但不知为什么去到最后 客户说 先想一下 今天就和大家去分享 五大意义的真正原因 令到你可以清楚知道 其实客户他真正想要的东西 是什么 首先开始之前 你要搞清楚一个概念 就是大部分的销售 或者是企业主 他们自己有销售的需要的时候 他们将大部分的时间 和焦点精力都放在销售的这一部分 你可能很confused 你说什么 一家公司如果没有销售就不行了 我在这里说的是 一个客户他真正要购买的时候 他是透过80% 已经在你销售之前 他已经被你销售了 什么意思呢 其实我们的重点 不应该是放在销售上 而是放在销售上 大部分人 他们会把八成的时间放在销售上 但是更加重要的是 80%要放在销售上 当你要销售的时候 其实是只需要你开口去跟他说 他已经就可以了 他正在等着你开口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如果你的心态就是想着 你怎么可以不停的 很出力去销售一样东西 那其实重点已经是放错了 那 确保你是带着这一样东西 去听我以下来 客户他真正的需要 大家好 我是Mana 我这个频道主要是分享一些 网上创业的策略 和策略 和我会分享 网上创业的一些成长心得给大家 如果有兴趣学习更加多的话 那记得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那在上一集 就和大家去讲过 如何可以写一个好的copywriting 其中一部分我们就是说到 客户有一些objection 有一些意义 其实你可以在你自己的文案 或者在你的市场的时候 已经把它带出来 让各个客户知道 你去understand它 和处理了它 那今天就和大家去分享 究竟五大意义是什么 什么叫意义呢? 首先 那我们其实 由客户他在购买之前 其实他考虑的 这些因素 可能他在你销售的过程之中 他心里带着一些疑问 我们也称之为意义 但是最常见的五大意义是什么呢? 首先第一 就是没有钱 第二就是没有需要 第三就是不急 第四就是不信你 第五就是没有欲望 很多时候一些销售的人员 听到客户去带出这些意义 或者这些说话的时候 他第一个反应 就会相信客户去说的这些意义 是真的 以上所说的这些意义 都是真的 是不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呢? 现在就和大家去分析一下 这五大意义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首先第一点就是没有钱 没有钱的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很多时候你会发觉 很多客户说没有钱去买你的商品 实质的是什么呢? 可能他会转头去买了个名牌手袋 或者搬了一部电话 你有没有试过这些情况去发生呢? 其实客户他说没有钱 只不过是想告诉你 他不想买你这个服务 而真正的原因就是 他觉得你这个产品或者服务的价值 不值他去付这一笔的钱 那处理的手法有非常多 其中一件事就是 你在你 销售的过程之中 是不是很多时候用了 一些推广式的手法呢? 什么意思呢? 就是将你产品的质量 全部给客户 但其实客户能否接收到呢? 你是不知道的 即是说是 你不停说了很多东西 但客户的反应是怎样的 神色是怎样的 究竟他想不想听这一件事呢? 你完全不知道的 所以你根本说了很多东西 其实他们未必听得入耳 你也不知道自己 需要在哪里 所以呢 没有钱 只是一个烟幕 真正的是 他们没有需要 第二点的就是 客户跟你说 我不需要了 其实这一件事呢 跟刚刚 非常之相似的 就是 客户根本就看不到 你的 product 或者 service 的价值 在哪里 他觉得 根本 这一样的产品 带到给他 和帽子 是没有什么分别的 那这里有两个问题存在 第一 你未让客户觉得 看到 这个服务的真正价值 第二 就是真正 这个 不是你想要的客户 没有帮助的话 其实 更加多的是 你未真正 令到客户 可以 在他的 感觉里面 看到你的 产品的价值 还有 就是 提到刚刚所说的就是 其实有时 那客户 他未必真的有兴趣 知道了 你一大楼的 整个产品的 图片 他更加想知道的就是 关他什么事 他关系的 某一些服务 你可不可以带到给他 这些才是他真正想要的 那如果当客户 他跟你说 他不需要的时候 第一 有可能就是 你在前面 sales的时候 未真正了解到 他究竟想要是什么 第二就是 你可以告诉他 如果他不做这个决定 或者他觉得不需要的时候 他的后果 他的成本 是什么 带到客户去看 如果他没有了你 这件事 他的损失在哪里 这些都是其中之一的 一些处理手法 但你要清楚知道的就是 不需要的 根本你也不会去sales 所以这个也可以 给你回去思考一下 第三件事 就是不急 这个其实 很多时候都会遇到的 就是说 我下个月先 或者我迟些再找你 我现在暂时 就是 没有这个需要 但是 我知道可以的 但是不急的 但是呢 我们要知道 我们在整个 市场和市场的过程 其实客户 已经被我们 拉到 emotional 去到 最高点 你可以说 但是 如果在那时候 你没有令到他去下这个决定 去 做这个决定的话 其实他之后 他去购买的意欲 是相对会减低 而且在这段期间 你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会影响到他的决定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 要去处理的 一个意义 而 不急 代表的是 他觉得现在 未有一个逼切性 那你觉得 你有什么 不可避免的理由 或者是 令到他没有办法抗拒 不可以 不立即买的呢 那这个呢 就留给你去思考一下 你欢迎在下面留言 然后告诉我 看看你有没有在这里 感觉到我所说的 是什么 那我的 Foundation的答案就是 给一些批评 告诉他 在这个线之前 他如果不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他会有什么损失 或者是有什么额外的东西 可以送给他 令他更加容易去决定 等等的 这些方法 第四点 就是 不信 那不信 不信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通常这个意义 其实他的客人 多数都不会说出口 特别是 如果他不信你的话 其实他 更加未必会说出口 因为为了 双方不要太尴尬 是不是 所以 你在整个过程中 你如何去显示 你自己的 expertise 你的专业程度 你如何 要清楚 让客人感受到 你是清楚 知道自己 在说什么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 客人才有这种意义 其实是比较难处理 因为这个是 整个 process 的一些问题 除了他不信 你之外 还有可能他不信 你的产品 或者服务 或者他不信 你这个方法 可以帮他解决他的问题 你之前的经验 或者是你的 testimonial 你自己之前所做到的成绩 在这些时候 就要去告诉客人 究竟 你是不是真正可以给到 结果他 在最后 其实客人 他只是在意义 一样 就是 我可不可以透过信你 而带到给我想要的东西 那这个就是非常之重要 不是只是在后面去处理 而是你在整个 process的时候 已经要去表现这件事给客人 第五点 就是没有design 没有欲望 就是他觉得你那个 带到给他的结果 其实不吸引 那和没有需要 和没有欲望的分别 最大的就是 没有需要 就是他觉得 他连要也不要 而没有欲望的就是 他觉得他想要 但是你带不到给他一个很吸引的效果 例如用回做减肥 因为这个话题太贴地了 就是说 他是很想减肥的 他有需要减肥的 但是你跟他说 一个月之后你才减到半磅 或者一磅 这一样东西 他觉得太慢了 他觉得 不可以接受到你这个结果 所以 这个就是 他觉得你的欲望 不可以令到他 觉得很有冲动 想买 那这个要怎么处理 那其实就是 这个呢 都相对在最后的时候 先来处理 是比较有难度的 但是 在这个情况下 你可以放大 客户想看到的 效果是怎么样 他想看到 他做了这个决定之后 他可以有什么好处 令到他 是怎么提升了自己 你可以怎么创造到 画面 令到客户感受到 但是 其实我刚刚也说过 一开始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大部分的 就是不是在那一刻 卖的时候去处理 而是在我们的 copywriting 或者是 你其他的 Marketing 手法里面 已经是要处理 做客户的 这些问题 包括这个 没有欲望的时候 也是 其实Marketing 一个 不只是我要 公司的产品 或者 我公司有什么 服务 带给客户 而是 你有没有做足够的 市场调查 去问 客户想要些什么 这些都是一个 非常之重要的 整个process 可能你看到 咦 为什么会这么容易 销售 其实 在前面 你已经做了 非常之多的事情 令到客户 他觉得 嗯 我就等你最后 给了一些 pricing 或者一些 或者问几个 简单的问题 我就已经买 是因为他已经叫做什么 预估了 今天就分享了很多 在这里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我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告诉我 今天这条影片 有没有学到什么 如果同时间 你喜欢这条影片 给个like 告诉我 我们下一集 就再讲 关于这方面的话题 我们再见 拜拜 拜拜 如果有兴趣 去看上一条 如何写copyright的话 可以按下这里的连结 直接去看一下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呢 好 好 好